保罗在谈到他作为外邦使徒 这样的责任和义务之后 他紧接着又谈到了 他要去访问罗马教会的这样的意愿 其实我们从上周开始 就谈到了这个罗马书的结尾的部分 又重新回到了 他最初在一开始就谈到 要拜访罗马教会的那个意愿 他首先谈到了他作为外邦使徒的责任 也是暗示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 罗马教会也仍然在使徒保罗的 合法的侍奉的范围内 紧接着他22节到29节 就今天本文里面谈到了 他要强烈的拜访罗马教会的这种意愿 那在这里面他表达的过程当中 他用三个不同的时态 首先是过去 22节23节说到 我因多次被拦阻 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 这是指过去他无法如愿以偿的事情 过去他一直以来 他想去拜访罗马教会 去想在那里去传福音 与他们分享恩典 像开头引言的部分所说的 然后这里23节说 这好几年 我切心想望到 虽然是说到士班牙 但是可以到你们那里去 一开始他就打算 想去你们那里 然后透过他们这里去 士班牙 西班牙 所以在这里面 首先他强调了过去 我一直热切地盼望去 那这样说有什么意思呢 我是作为外邦的使徒 我并没有忽略我的职份 你们的属灵的益处 也是在我考虑之内 我也是没有忽略你们 也是特别在意你们 然后也试图想去拜访你们 但是过去那样的意愿 没有办法实现 多次被拦阻 那这里面大家要留意 什么叫拦阻 有些地方怎么样 可能撒旦拦阻他吧 撒旦没那个本事 撒旦没那个本事 虽然撒旦常常 想用各种环境和事物 去阻拦上帝的工作 这个就是 汤狼用他的绑币 去来火车一样 实际上撒旦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可以阻挡神的工作 上帝他主管的教会 也不可能完全被撒旦掌控 但是我们也要不能忽略 撒旦的这个作为 那这里面是跟撒旦没关系 多次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 为什么多次拦阻呢 后面他提到 现在是谈到他那个想去的原因 是因为那面事工的缘故 他一直在罗马帝国东部 这样的去传福音 那个工作一直没有完成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去 所以多次起义想去 但是不能去 为什么 当下有些手中的工作 没处理完 所以没有办法去 所以第一点 他强调了他过去的这种强烈利欲 第一是 我并没有忽视 我作为使徒 外邦使徒 忽略你们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的那个益处 你们一直在我这个定念当中 然后第二 他就说到了他过去这种意愿 仍然有阻碍 有一些没有办法放下手中的锅子 让他们去拜访 然后第二 他就谈到了 现在要拜访的这种强烈欲望 二三节 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 但过去想去 但是没能去 但是现在呢 我切心想望到士班牙去的时候 可以到你那里去 现在他切切的想去西班牙 然后经过罗马去看罗马 这位弟兄姊妹 那在这里面 现在他强烈的想去 切心的想去 这里面说到 但在这里没有可传的地方 其实就暗示了上面 上面是前面一直在罗马东部去传 什么马其顿 什么亚盖亚那样的地区 他前面说到了 从耶路撒冷一直到罗马东部 这样的地方去传福音 所以一直在忙 没有办法去 但是如今呢 如今再也没有可传的地方 也就是说 基本上这些各地方都建立了教会 他觉得这面工作可以放下了 也没有可传的地方了 并不说所有人都信主了 但是他觉得他可以离开这了 然后就想去士班牙 然后可以到罗马教会那里面去 但是现在 他讲到现在强烈的愿望的时候 又一步进一步想 他说二十五节 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 我现在想去 没有可传的地方了 我想去西班牙 经过你们那里 终于可以看了 但是目前 他要办一个当下手中急切的事情 就是要往耶路撒冷去 供给圣徒 他要办一个事情 要去耶路撒冷 去供给圣徒 这是什么意思呢 二十六节 二十七节做了解释 因为马其顿和亚盖亚的人 乐意凑出捐一项 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穷乏人 虽然耶路撒冷中 圣 耶路撒冷中的穷人 何和本是这么翻译的 有的学者翻译是穷人 和耶路撒冷的圣徒 那这个翻译不同 但是总之呢 耶路撒冷那边有些问题 遇到了什么 有的说是饥荒啊 怎么样 然后贫穷 所以呢 保罗就有负担 就是去帮助 罗马教会的 这些困难的弟兄姐妹 那在这里面 他说到 马其顿亚盖亚的人 乐意凑出捐款 捐款捐项 然后让保罗去送给 这些罗马教会的圣徒 那这里面 我们看到一个现象 虽然这个现在是解释 保罗当下 没法去 耶路撒 没法去罗马教会的理由 但是中间 说明这个理由的时候 阐述的很长 那这里面就涉及到了 捐款 地方这个外邦教会 和罗马教会之间的关系 前面讲到了 从耶路撒冷到伊利利古 这个表述很奇怪 因为我们知道 从使徒新传里面 一开始拆派保罗宣教 其实是安提阿教会 所以安提阿教会 应该成为他传福音开始的 但是他提到耶路撒冷 第一个是他把自己 跟这个众使徒 这个权威 列在一起 第二他强调 这个母教会 初代教会里面 福音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的 在那里聚集 120人马可罗祷告 圣灵降临 耶稣所应许的 那个圣灵降临在 然后那里面开始 建立了初代的这个教会 聚集在耶路撒冷 后来上帝借着 这个特殊的干预 受逼迫 他们打散 然后分散到各地 罗马教会可能是因为他们参与了这个五旬节 圣灵降临其中来自罗马的可能回去建立了这个教会 这个也不好说 没有具体的记载 但是无论怎么样在这里面 耶路撒冷的这个地位是独特的 这个地位的特意的强调这样 那在这里面 他解释了外邦教会和罗马教会之间的关系里面 提到了耶路撒冷教会 他们中间有贫穷人 困难 穷困的人的时候 其他外邦的教会 奉献资金 捐项来支持他们 这个就给我们看到了一种初期的教会的那个图画 一个画像 现在呢 虽然我们在韩国 我们是敞开教会 我们敞开教会有属于的这个东首尔老会 东首尔区会 然后东首尔区会属于什么 整个和韩国大汉耶稣长老会 这个合同教派 然后合同教派属于整个这个韩国长老会 长老会里面有分这个不同的保守派进步的什么自由的 他们之间遇到问题的时候 至少总会内部教会之间会互相沟通 在行政上 包括在支援困难上 当然也会支持海外或者其他地方的 初代教无论如何 不管怎么样 即便如此 现在教会大部分还是比较倾向于地方教会为主 那中国教会呢就更特殊了 中国教会因为没有形成 虽然各地区差异不同 但是没有这种形成这种总会这种成熟的总会 传统的这个什么三大团契几大团契四大团契 那有这种所谓的联络 但是严格来说 它没有构成健康的那种那种总会的关系 虽然全国各地跑 大家都承认我们是有联系 但是在教会具体的牧养治理上行政上 包括教义上是没有严格的形成这种总会 那后来的这个城市新兴教会包括改革宗教会 尝试着在建制 那有一些地方是开始在做 甚至做了相对比较 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但是总体来看 整体来看 还是地方教会为主 所以就有一种 特别是像无论是美国 包括中国 韩国 现在很多的情况 都是以各地方教会为中心的这样的教会 自己过自己的日子 这种情况比较多 但是我们看到罗马书里面这里面讲到 甚至外邦教会和伊路撒冷教会之间 仍然有一种紧密的联系 保罗在这里面解释 说外邦教会听说伊路撒冷教会 弟兄姐妹困难的时候 他们就捐钱捐款 然后委托给保罗 让保罗去带给他们 支援他们 二十七节 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 第一强调 地方教会 这些外邦教会 乐意奉献支持给他们 这是一个美善的事情 美善的事情 就打破了那种单纯的 现在我们当下活的社会 都是关心的 思考的 都是我们教会的这种概念 然后其实也算欠债 那保罗这里面用了一个欠债的概念 怎么讲欠债呢 他就解释了 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 就当在养生之物供给他们 在他们属灵的事情上有好处 有份 是指外邦教会的福音 先从耶路撒冷来的 耶路撒冷教会传福音 以至于外邦教会 听了福音 因此他们因着耶路撒冷教会 蒙福 得恩典 得了属灵上的好处 所以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 这个好奇怪 这个观念正好跟今天 不是包括大家 是包括国内的很多的肢体的观念 正好相反 中国教会的弟兄姐妹说 既然是白白得来的 就应该白白的舍出去 传道人 以前现在也有很多教会这样 传道人既然讲道 讲的是神的道 所以就应该白讲 传道人领工资的话 以前我刚做传道人那个时代 现在可能 某手里找工拿错死了 为什么 发现这种后果无法承担 就是说传道人就应该穷 传道人就应该不领工资 领工资就是雇工 他们认为拿工资就是雇工 我讲这个大家不要误解 第一 因为我没有意图删 忽悠大家什么奉献 给我个人 我也不收你们的奉献 因为第二 虽然有点奇怪 就是我的生活费 绝对不是靠着 大家的奉献来维持 不然的话 我每一天就得 那个平直信心火了 因为中文部的奉献 连我们自己维持 自己的那个 开支都维持不了 这个大家都知道 我的意思不是让大家羞耻 我是讲正常的教会 正常的地方教会应该自己养活自己教会的传道人 但是我们教会是大部分是以这个寄居的客旅的留学生 留学生没有太多的收入 自己生活费和学费都可能都堪忧 然后我们有一些这个工作来的 或者结婚过来的 也艰辛的挣钱 等等 有一些客观因素 当然我也盼望有一天教会 就算在韩国 在其他国家 在美国等等 大家成熟到一定程度 信仰成熟到一定程度 奉献能跟上去的时候 教会能够自立 在韩国能够自立的中国人里 教会不多 大部分都依靠别人的奉献帮助来维持 其实这个不是什么正常现象 留学生事工这是比较特殊 所以我讲这个意思不是给大家难堪 但是有必要 我们要知道一个正常的教会应该怎么样 所以讲这个的时候 大家不要误会 牧师是不是最近生活比较困难 暗示我们了 我们都这么难 还要在我们身上榨取什么 没那个意思 而且因为也有很多 这个国内的弟兄姐妹 在听这个讲到 视频的缘故 所以我对中国教会整体 大家也作为了解 因为大家有很多人 将来要侍奉神 然后中国教会的情况也要了解 中国教会以前老一辈人 就是说 我们那个时代都是没有领工资 干嘛要领工资 一领工资就是雇工 雇工这个事情是心态的问题 你传福音就是为了拿钱 所以你关键你惦记的都是工资 这个是雇工 但是传道人应该得到他牧养教会的供应 这是正常的 所以中国教会的弟兄姊妹说 白传道嘛 白白领来的 讲话的人怎么还要钱呢 要钱就是雇工嘛 现在什么 甚至有一些基督教的一些教授啊 神学家写的书 那都是神的话 干嘛要收钱呢 他没有版权的概念 他没有这个 这个写作的人也需要这个 什么出版社啊 包括写作的人也要生活 他应该付钱去买书 这样的话出版社才能活 写作的人才能更好的专注写作 我们才有书看嘛 对不对 所以他们就搞出PPDF 什么随便复制 然后就白白的得来的 应该白白捨去 干嘛要卖钱 卖钱就是这个 都是骗子 都是一些新村 心术不正的人 就是为了钱 这是中国基督徒 绝大部分人的思维啊 以为领受的恩典 白白领受的就应该这样 保罗在这里说 外邦教会从罗马教会 领受了福音 领受了属灵益处 他们是欠债的人 而且领受了属灵益处 就应在物质上 补足他们 供应他们 这是在哥林多教会里面 也说到了啊 讲他给 耶路撒冷教会 奉献的事情的时候 你们要甘心乐意 撒肿 是吧 既然在属 传道人一样 那些教那些传福音 靠福音养生 既然在属灵上领了好处 也应该在肉身上 供应他们 是理所当然的事 保罗把物质 肉体上的需要 和属灵的事情 连在一起 这个是中国基督徒 是跌破眼镜都 开个十九个洞 也是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啊 明白 但是我们中国教会 有必要一些观念上更新改变 老一辈讲的一些属灵的口号 很好 很美丽 很属灵 但是 那个时期行 你可以撇下妻子孩子 他上不上学 媳妇自己在家种地 然后弟兄姊妹帮忙搞 你自己倒船 当然那个时期 福音是借着这些牺牲的人传开了 但是历史上回顾来看 这样做 那个时代的消费水平也低 能吃饱肚子就OK了 但是现在物价生活 对不对 你现在还要这样传道人 这样去做的话 教会一定会垮掉 传道人这个周中都在开出租 然后打工 然后临着这个礼拜六晚上 第二天讲道的时候 随便这个找一个什么讲道集 看一看 解经书看一看 然后匆匆忙忙就给你 搞一个奖章过来讲 然后你吃不饱 你还说这个传道人 讲道没有恩典 然后又不让他能够脱产 专心去牧养 这个教导是从旧约 亚伦祭司那个系统里面 11个支派供养一个支派 一个支派里面 包括利未人和亚伦 和他的儿子们 摩西的儿子们 他们在圣殿里 专门操守这个事工 让他们去专心去牧养 以色列百姓灵性的问题 对不对 然后以色列百姓拿出失忆 这个众人失柴 这个火就烧得旺 一人拿出一点 然后结果就供应这一些人 专门在从事盛事 其实这样的道理在社会上一样 我不知道现在中国怎么样 以前是我在铁路工作 我姐姐是老师 那个时候老师是不允许 搞第二个职业 动不动什么美术组的 某个老师在外面开班招生了 直接被批了 什么被警告了等等 就是偷偷摸摸的搞 补课都不让补 为什么 就怕他们搞第三产业 搞音乐的出去什么 代班了等等 为什么让他们把所有的精力 集中在教课上 而国家用纳税人的钱 给他们开工资 合理的工资 让他们专心在那里教课 一个原理 现在军人一样 让他专心打仗 保罗在哥林多书里面说 哪有看军队人 一面带着这个种地 是吧 一面种地 虽然现在的军队 奇怪了 也搞产业 搞建筑啊 什么 搞铺路啊 挣钱 是吧 但严格来说 是军队应该集中打仗 然后国家给他们良想 而这些良想是老百姓 供应他们 所以每一个专业都需要 一些人全时间投入 他们所在的专业里面 然后给他们试一样的报酬 这是在社会上也通的 但是很多中国基督徒呢 连这样社会的原理都不懂 然后唯独是让教会的传道人 甚至一些专职通工去品性新活 然后结果他们饿的 没有办法 他们也得养生嘛 所以在使命和生存之间 这个寻求平衡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分心 传道人腐败 那是传道人事情 但是教会里面 这种观念需要改变 像自己建立教会 有的传道人不敢讲嘛 那自己讲 好像忽悠信徒去奉献钱嘛 然后不好讲嘛 对不对 然后越不讲 信徒越不知道 其实仔细读圣经都能知道嘛 但是中国教会就形成 那样奇怪的事情 所以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旧约里面 其实已经上帝设定了 这样的制度 在新约里面 保罗解释说 让那些传福音的 靠福音养生 牛在场上踩骨的时候 不要勒住他的口 戴上那个配头 戴上那个口罩 那个叫什么呀 标准化 那个叫什么 戴着那个 一个网一样的东西 罩住的牛的嘴 他没办法吃那个专家 干活的时候 不能这个 打这个什么托力的时候 以前用牲畜托嘛 对不对 用那个滚子 用牛拉着那个滚子 压那个豆子 压那个壳裂开了 豆子可以收起来嘛 然后是因为牛一面走的时候 如果嘴要不照着他的话 就把那个豆 很多豆子都被他吃了嘛 对不对 为了节省那个豆子 不让牛消耗掉 就所以拢住他的嘴嘛 罩住他的嘴 保罗说他干活的时候就不要照 那是他吃是你所应当吃的 那是他辛苦费 是吧 保罗用牛的这个事情 农业上的常识 是告诉教会的工人的事情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领受属灵的这个恩典的同时好处的时候 所以就有义务在物质上供应 耶路撒冷教会在属灵上 先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了 虽然是被动的 被赶的 被驱逐的 然后总之福音从耶路撒冷开始的 然后外邦教会从耶路撒冷听到福音 所以他们就欠了这个福音债 然后在物质上 养生之物上供给他们 就是他们的责任 所以这个原理 这是这个原理 因此呢 这些人听到 那这些人怎么知道呢 应该是听到保罗所讲的 所以他们就甘心乐意的奉献 特别是圣经里面乐意奉献的 我们知道就菲利比教会 马其顿的菲利比 他不只是供养这个保罗 而且他在支持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奉献的 这个物质上 他们也是甘心乐意的 然后不仅说甘心乐意的 而且是欠的债 所以弟兄姊妹 大家一定要留意 保罗说了好多欠债的事情 第一是我欠你们的债 我是使徒 外邦的使徒 所以你们外邦教会 都是我的责任和本分 所以我去传福音去教导 牧养你们 这是我的义务 我的责任 上帝给我的 我不去做 我就是欠你们的 第二 他还说了一个欠债 就是说 我们是彼此欠爱情的债 上帝爱了我们 他让我们去彼此相爱 所以我们去不爱对方 我就是欠了爱别人的债 第三就是这个 领受属灵的好处的同时 在物质上供应给他们的缺乏 这种物质上的补足 本身就是我们的债 我们领受了好处 属灵上得了好处 因此我们就欠了债 所以在物质上去补偿 这个详细的在哥林多书里面 更多的讲了 让富足的不至于有余 缺乏的也不至于缺 彼此不足 保罗就将这个属灵的和物质的 联系在一起 那这个应用呢 应用的事情 如果应用到我们今天的处境呢 当然牧师现在活得不至于那么穷 不至于还带指望弟兄姐妹 那个奉献养活生活费 是吧 那假如说 假如说我们中间扩展 不只是传道人和信徒关系 比如说咱们上面的这个敞开教会 如果总会里面出现什么问题 什么选教啊等等 你自己有负担 有感动 觉得你看我这么多年在敞开教会 接受他的牧养等等 我也愿意在物质上 我也做不了什么 我在物质上支持 是吧 你就奉献 你就可以在物质上 我不是说你一定要 你可以以这种物质的方式去参与吗 你如果走不出去 我们敞开教会 有个拆盘宣教室 有什么学校等等 那中文部 牧师也在做网络一些这个教育 这些装备的东西其实都不少钱啊 那你不用惦记 牧师你从哪搞的钱 都是神的恩典啊 搞来搞去不得不买 因为你要提高画质 要提高音质 是吧 而且牧师有的负担 就是搞神学教育 有一些路课程的设备 都是需要投资的啊 那个木等等 其实这点那点也不少钱啊 我不是在这募捐大家啊 什么意思 你如果个人真的有一天有负担 哎呀 那个牧师你看看 我我想奉献 你这个钱有什么需要 那就跟我说 或者是放那个信封里特殊奉献嘛 这都是可以参与的 那假如说除了这样的关系 包括我刚才说 外邦教和耶路撒冷教会之间的关系 是因为像母会似的 跨越这种 假如说如果有一天中国教会 某个教会遇到什么特殊事情 我们听见了 我们愿意支持的话 我们哪怕凑个这个力量 是吧 没有力量的一万 有力量的十万二十万五万 都可以随便 我们凑起来钱 换成人民币 可以支持他嘛 当然现在国内有很多教会 其实比我们还有钱啊 这个只是不奉献而已啊 总之大家要这个思路要打开啊 就是在物质奉献这方面 要有所参与啊 心里有 你哪怕你说 我现在也是学生 我打工 我这个下个学费 学费都解决不了 但是我觉得对的事情 我要参与 我亮着我的力量 我觉得 我这个事情我想参与 那我哪怕一万五千也行啊 对不对 这韩币啊 网上听的不 会吓一跳 中国不是一万人民币 一万韩币啊 五十五 五十五块人民币啊 所以都可以参与嘛 但是就如最恐怖的是什么呢 我们就那么想 这个跟我没关系 一遇到这样的事 自然就把它屏蔽了 这个不是我的事 跟我没关系 这是最恐怖的这个事情啊 包括我们中间 我之前也讲了 假如说我们中间有些定位子妹 特殊的遇到事情 比如说有病啦 有些事情 我们应该互相这个在物质上 不只是在祷告 是在物质上互相帮扶啊 这是教会共同体嘛 小的一个地方教会 然后教会和上会之间的关系 和其他的众教会之间的关系啊 那保罗在这里面讲到 他现在往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去 不能去拜访 罗马教会的原因是解释到 他现在要处理 当下有个事情就是 把这些教会奉献的钱 要带到耶路撒冷教会 传达转达 给耶路撒冷教会去 这个捐款要完成 托付给他们的这个事情啊 所以现在不能去 什么意思 他就表达了 他特别强烈的 想去拜访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 那第四 他对未来相见的这种期待啊 二十四节期盼从你们那里经过 前面说到我现在要处理这个事情 等我处理完了 我好去往你们那儿 往西班牙去 然后经过你们那里 然后二十四节紧接说 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 得见你们 我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 为什么 他前面说了嘛 要去西班牙 但是我希望先去见你们的面 所以说是经过你们那里 先与你们交往 这个很重要的 就是基督教的一个术语 就交通交往 和你们之间有个相交 然后心有稍微满足 然后蒙你们送行 二十八节继续补充说 等我办完了这事 把这善果 善果就是因为 他们所捐的这个权项 顺利的忠实的去 不是贪污了 忠实的去转达给 交付给伊路撒冷 交付明白之后 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 去往西班牙去 我也晓得去的时候 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去 所以这里面强烈地表达了 保罗热切要见到他们的心愿 虽然见到他们是他 普世宣教 往西班牙去宣教的一种过程 但是与他们相交 无论他的本分 他的职份范围内 还是要与他们分享恩典 总之他是要见到他们的 当然他也期盼 为着他将来 这个西班牙宣教做铺路 与你们相交之后 彼此分享恩典之后 当然更好的是 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持 送我往西班牙去 保罗是很诚实的 这个如果换现在的话 大家都会说 哇这个传道人肯定敛财 我不否认 现在网络时代 有一些传道人在网络上 用各种方式 我昨天刚听说的一个 这个因为疫情 疫情期间开始注目 开始兴旺了 很多教会都不得不到网络里拜 但是疫情之后和韩国和其他国家的教会一样 中国教会也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网络里拜持续延续的 就像我们中文部也一样 还好流程来了 那在中国是没有办法 只能用zoom对不对 国内的肢体 这个用zoom对不对 那来韩国 我后来不是要求来 现在在韩国的我们的肢体 务必我们不给你们开放zoom 周中我们礼拜这个没有办法 因为路程和交通的缘故 考虑到往返这个不现实的问题 可能不会要求你们来 但是主日要求一定要到现场来 除非有什么病的事情 特殊情况 不然的话正常的我们要到现场来 这种延续 但是国内有很多教会持续这种在线里拜 甚至有些异端 不管是韩国 中国人现在一提到异端 总想到韩国 昨天还遇到一个人问 韩国是不是异端很多 这样的情况我一看 又是个脑残 我说中国异端更多 吓一跳 为什么 中国基督徒一个亿 韩国基督徒二三百万 韩国几千万人口 四五千万 是吧 百分之二十 多说百分之二十的 那个基督徒比例 五百万 算八百万 以前说是八百万基督徒 八百万还得 为什么 当我开了直播 网络直播 那些人就开始懒得去找地方教会了 包括其他教派 不同的教派 那八百万里面有多少异端 毛打毛帅 多少异端 中国很多异端是不贴标签的 自己以为是正统的 但是实际上讲的都是异端的 有些人是他自己知道自己跟正统教会不一样 有的人是以为自己正统 所以异端无数 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去山西某某地方 他们彼此定异端 什么派 拍手派 什么跳跳派 什么机长派 什么呼喊派 什么派 反正只要看见有一个奇怪的特征 就给你挂个名 基督教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异端 然后他们都给起 后来我一看这种情况 没有办法为了治他们 我说你们既然这么厉害 很懂是吧 觉得自己很正统 知道什么是异端 把人定异端 我就给他们讲了一个异端的 这个古代教会里面一个重要的异端 而他们 我说这个讲的对不对 这么正 对 我们就这么信 我说这是基督教历史上的某某异端 他们吓一跳 是吗 我说弟兄姐妹啥意思 我们定别人异端 我们自己是异端 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异端 我们就乱定人异端 所以一提到说什么 这个韩国异端多吗 新天地吗 对不对 国内本来新闻就那种反韩的那种宣传也多 韩国反中的宣传也多 所以两个人都互相迷惑 互相恨 国内的 然后再加上异端 其实韩国现在也是中国的异端 什么东方闪电 什么耶和华见证人 耶和华见证人 外国的 反正中国也来 三叔基督等等 法轮功 多的是 害的韩国教会也开始 原来是我们研究世界基督教历史 我读大学的时候 那个新约的教授 他写了一个关于东方闪电的 漠视论的批判 上课的时候就发表他那小论文 让我们去研读 我当时就震惊了 我说竟然 韩国人开始注重中国的东方闪电了 后来他发现原来韩国东方闪电影响太多了 以前一直他们都害我们 现在中国的异端也来害他们了 半斤半两 别说谁 中国基督徒很多的时候 基础的信息是受自己环境影响 再加上我们很多人 没有受过一些大学程度的教育 思考 有的时候思考 思考事情思想的很片面 韩国是异端 你不脑子有毛病吗 你守着一个在韩国的人 虽然我不是韩国人 我不会有什么 但是你这样问我很不礼貌 很确信眼的 明白啥意思吧 他就这么问 既然这么确信眼 我就怼回去 我说中国异端更多 这也是一种教育方法 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什么意思 网络后时代呢 现在很多异端也是在网络上 这个发什么 礼拜试试 虽然我是热心于中国的神学教育 比如说我们的课程 我会放到网上让人看 但是我坚决保持一个底线时 礼拜天的这个网络 绝对不对外开放 明白啥意思吧 我们就和地方教会抢羊 就让这个人养成 在网络上听到 其实算不上完全的礼拜 养成了在网上听到 然后他又不委身地方教会 我平时又不知道他的生活 没办法牧养他 这个人信仰就扭曲了 现在韩国有很多这样的 在网络上过信仰生活的人 然后中国现在也这样多 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危机 新时代的危机 我讲什么事情讲到这个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保罗 他热心的想去见 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 第一是想跟他们分享恩典 这里面说我先注意这个词 先与你们彼此交往 心里稍微得到满足 后面补充了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去 使徒保罗他是使徒 他不是自称使徒 虽然有很多人质疑他 人分明的原本是抵挡基督 逼迫基督的 抓基督徒 热心抓的 以为是为了耶和华上帝 热心的把这些所谓的耶稣 这个异端给消灭掉 结果在大马色的路上 遇见了复活的主 后来他的观念彻底的颠覆了吗 后来变成热心侍奉 这位复活的主的人吗 他曾经也提到自己的经历 面对别人质疑的时候 那他是这样的基督所招的使徒 当然基督给他的恩典也多 我们看到新约里十三封书信 他里面对基督教的真理 阐述的何等的深邃 对不对 哥罗西书 以夫所书 罗马书等等 那他分明是上帝给他有恩典的 因此他在这方面他有确信 前面说虽然 借着基督 借着他言语的作为神迹 其实这个不敢夸口 但是他确信是神 透过他传讲的这个道等等 他有这个自信吗 这个自信是因为他知道 神的恩典在他身上 他给他的使徒的职份 所以他去的时候 他盼望上帝给他的恩典 跟罗马教会弟兄姊妹相交的时候 让他们也从中得恩典 这是第一 然后呢 这后面说 然后蒙你们送行 彼此交通之后 当然你们能够支持我的宣教前行 这是更好的了 所以他写罗马书 第一个目的 其实就跟他们分享恩典 跟他们解释福音的原理 当然也处理罗马教会里面 一些问题 再就是表达了 他要去拜访 做预备的工作 先写信跟他们交通 证明他自己使徒的职份 然后他的恩典 然后让他们预备好 去接待他 等他接待他之后 跟他们分享恩典之后 然后获得他们的支持 去往罗马 更远的这个西班牙去宣教 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 幕会性的 或者是是公信的家的书信 写信给他们 先表达一下问候 说明一下身份 解释一下背景 然后再处理一些具体的问题 然后铺垫一下 再跟他们讲将来的意愿 希望早一天见到你们 然后交通之后 你们如果支持我去 这个是好的 而且大家要注意 他花了这么多篇幅 称赞马其顿和亚盖亚的人 为什么 说他们是乐意 表明了这些人乐意侍奉的心 一个外邦的教会 乐意侍奉耶路撒兰教会 暗示他们 第二 欠债 也在暗示他们 罗马教会弟兄姊妹 让他们甘心乐意 在他将来的这个宣教事工上 去接待他 并且支持他 实际上这里面是一种智慧 这个不是忽悠的欺骗那种 像格林多书里面所讲的 有人控告保罗说 他用言语这个去忽悠人 骗人 保罗你发现他假话读的书信里面 很聪明的 很智慧的 但是他没有诡诈 讲实话 的确 外邦教会 是欠以洛撒兰教会 在蜀林上 然后他也是用这种 说话的技巧 非常委婉的就传达了 暗示了这种 其实实际上 盼望 罗马教会弟兄姊妹 也像 这些马其顿亚盖亚的 圣徒一样 教会一样 积极的去参与这个美事上 等我完成了这个善事 将 这善果 其实就是在鼓励他们 积极的参与 包括为 为他将来去拜访 那个教会做预备 包括支持他将来的 宣教旅程等等 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 我们也看到了 使徒保罗的这个 强烈的拜访的愿望 一个是经过那里 与他们分享 然后获得他们支持 去西班牙去宣教 至于将来 保罗去没去 历史上虽然有一些说法 但是没有得到可靠的证据 至少今天 我们看到保罗写这个信的时候 表达了他这种计划 这种打算 这种愿望 他曾经热心的想去 在小亚西亚那个方面 传福音对不对 结果耶稣的灵 圣灵干预 使他让马其顿去了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 保罗使徒们 他们强烈的愿望 我们不知道 他后来成为成就 但是至少他现在 这种强烈的愿望 是往那个福音 没有被传播的 他们所知道的 西班牙那个地方 去传福音 所以他做了这样的预备 然后其中讲到了这个当下 往耶路撒冷的时候 我们就谈到了一些关于 捐项的问题 他花了这么多篇幅来解释 他当下这么迫切 现在没有可传的 但是又不能去 因为现在当下 这个事情要处理 然后他就借着这个 一方面铺垫 让他们也暗示他们 让他们也积极地参与 接待或者说 这个推动福音事工的事情 然后从中我们也讲了一下 隐身地讲了一下 这个教会里面 物质和属灵之间的关系 就是希望我们现在 至少从认识上 认识上去 认识上去 然后如果大家 这个将来有一天 大家都工作了 在哪个教会里面 回到中国 哪个教会尾声的时候 应该知道 我们有这种 属灵上领受 这样的恩典的时候 其实也欠了一些债 我们在物质上 哪怕就是 当然你在教会里 投身去服侍 物质奉献 这是信仰生活上 不可缺少的 和当然 现在这个时代 讲这个话 需要勇气 为什么 很多骗子多 我刚才讲网络的时候 没讲完 因为骗子多 很多人直接在这个 发一个实时的公众号 不是个实时直播号 然后里面直接什么打赏 有一些健康的传道人 也这么做 虽然我们这种 在做法 我们不太鼓励 但是有一些骗子 也在这么做 异端等等 所以在很多地方教会 他们自己的礼拜 受到了冲击 就是因为信徒 都跑网上了 网上讲的也很新奇 长期听一个传道人讲的话 人们都会有这种熟悉感 没有新鲜感 人会厌倦 对一个传道人的表达方式和声调 声音熟悉以后 人们都会厌倦 所以 外来的和尚来念经的时候 有一种新鲜感 这种 我们都能理解 都能体恤 但是异端 有的时候就 奉献的时候 他直接把自己的二维码 发到群里 大家就奉献 在网络上 很多异端被骗 所以在这个时代 我们即便讲正常的事情的时候 会让人产生那种忽悠大家 去以敛财为目的 这样的联想在一起 所以这个需要勇气 我之所以有勇气 是因为我们之间的关系 跟这样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我可以坦然的跟大家讲 就是将来有一天 大家回国或者怎么样 工作了 在这方面上 一定要知道 我们有这方面的义务 所以这里面保罗说是欠债 而且其实这个事情是属灵上的债 然后也是善事 善果 所以希望大家也 不要只是那个 我来教会听个道就完事了 是吧 我们还有很多这个侍奉神的 比如说有些弟兄姐妹 你说工作 你盼望神祝福你 为什么祝福你啊 主啊我要活的 这个这个赚更多的钱 为什么赚更多的钱 至少你要把你的人生和 基督的这个国度的扩张 联系在一起嘛 即便你不是宣教士 你不是牧师 不是传道士 在教会里不做执事 你可能就是在某一个公司 某一个企业事业上 就做 你可以做基督徒企业家 或者基督徒职员嘛 基督徒老板嘛 把基督的信仰带到生活当中 那你赚了钱之后 除了供应自己的需要 社会上的一些公益的需要 那么如何用这些东西去支持神 国度的扩张 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属灵的啊 仔细读圣经就是这样 所以你也可以侍奉 牧师是以牧师这种角色和位置 侍奉 你可能在就是不同的角色 每一个人上帝安排的位置不一样 但是牧师可能是直接教导真理 好像属灵这个纯度高 你知道我的意思啊 双引号 那你可能是处理的是一般事物社会上的 但是你和牧师同样都是侍奉同一位主 你照着你的才干 上帝给你的岗位 在那里创造价值 如何让这个生活 不只是成为我的一个饭碗 营圣 而是让这个生活成为我对祝爱的一种表达 在那个旁边 我的同事抑郁的时候 家庭有问题的时候 我怎么帮助他 为他祷告传福音 包括我赚的钱 我可以帮助那些更困难的人 或者是推动神福音事工的 这种意识的话 你愿意这样活的话 你又有那种能力的话 你的人生里面 就可以成为侍奉主吗 和那些一般的人 只是为了赚更多的钱 满足自己对物质的欲望 然后赚了钱 也就吃喝快乐 到处全世界各地旅游 然后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随着死亡坟墓 再贵的镀了金 包了24K纯金的墓碑 往那一储 骨灰往里一放 他的人生就over了 是吧 所有的价值就在那停留了 这是没有盼望的人 不信的人 自然主义者 唯物主义者 是吧 无神论者 是这样生活可以 但是基督徒 如果这样生活 就太悲惨了 所以弟兄姊妹 其实人活着 都有很多麻烦 很多艰辛 但是基督徒遇到麻烦里面 为什么会有痛苦里面又有安慰和盼望呢 不是信仰给他带来的盼望吗 他知道基督来了之后会发生什么 他知道我当下在上帝的护理当中 这个当下的难 有上帝里面 美意在里面 所以在这种艰难当中 仍然忍耐着 祷告着 去愿意委身给上帝 然后上帝就给他安慰 使他在难的处境当中 仍然不至于绝望 这就是基督徒的这个 和一般人的这个 某一方面是差异嘛 对不对 同样做工作 但是做的目的和态度 追求和盼望都不一样 所以这样的时候 虽然这个活在这个世上 有什么社会的不公 包括旁边人的这个干扰和恶待 但是我心里面因着信 上帝给我的那种满足和喜乐 却成为我活着 开心快乐幸福的源头 如果我们只是向外邦人量 不信的人量 只是指望着今生 给我们带来快乐和幸福 那个我们肯定 得不到我们所盼望的 因为这个时代里面 到处给我们的伤害 失望绝望嘛 对不对 所以盼望弟兄姐妹 虽然这个本文里面 谈到的是保罗 拜访罗马教会的这意愿 里面谈到了 属灵的和物质之间的关系 我隐身了 对于年轻的和中年的 老年的肢体们来说 我们活在这个世上 特别是疫情之后 人越来越压力大 越来越不开心 那我们基督徒 怎么从信仰里面获得 从上帝的话里面 获得盼望 这是很重要的 对不对 如果我连这个都不信的话 那我干脆就不信了 对不对 总之那么辛苦 来教会也很辛苦 有信仰 应该面对同样的难题的时候 我们里面不绝望 至少你对主不绝望 对不对 然后你不知道怎么祷告 至少你心里还呼求主 主要帮助我 现在很难 很痛苦 什么意思 到底有什么美意在里面 明明说麻雀 什么飞鸟 头发都在你管里 我是你的儿女 当然你更看重我 那看重我 为什么我遭遇这个 里面我有什么学习的 我要学什么 你的美意什么 这样的问的过程当中 上帝给我们力量安慰 对不对 不信的人就 反正我和事情 两个之间 没有中间 没有上帝 所以他直接和这个事件冲突在一起 所以 我觉得我厉害 我就把事情搞平了 我搞不平的时候 那我就任命 然后要么就是心灵鸡汤 自己 自己 明明解决不了 又 没有办法解决这个心理问题 只能是用各种麻痹 或鼓励自己的方法 反正他也不知道死后去哪 也不知道他人生为什么活着 遇到事情让自己开心一点 在问题解决不了的情况下 心里还痛苦那怎么办 让自己开心一点 减缓一下内心的痛苦 这个就是这个世人 不信的人能够做的吗 我们不说这种方法好不好 他在人生的局限就在那里 因为他没有上帝 他不知道看不透人生吗 对不对 基督徒不一样吗 基督徒知道我们还有罪 耶稣基督将来这个历史要发展在哪里 我活着的意义在哪里 我遇到这个事情 我如何是和上帝互动 我里面还有盼望 有指望 所以盼望弟兄姐妹 越往后 时代越来越难 人心越来越恶 社会越来越卷 竞争越来越大 人类社会所谓的越发达越进步 其实人越辛苦 所以圣经里面对大成 其实有负面的评价 特别是在旧约里面 大成 新约里也一样 这个启示录里面大成 那个城市里面 其实有很多罪恶 其实我们在郊区农村生活的 喜欢进城 进了城就发现 原来追求的幸福 还不如原来那个生活 可能更开心 其实人追求的幸福 就是心里面开心就是了 对不对 结果现在人越来越不开心 压力越来越大 韩国我们外国人活在韩国还强 虽然韩国人全世界幸福值最低 什么出生率等等 但是中国人到韩国一比较的时候 发现活在韩国比活在国内还好 混得好的我们不说中上层的 当然他们那个压力也大 就是对普通人来说 在国内你有体力 你努力 你有工作岗位才是 你能赚出点力 一天赚几百块钱 那在韩国 有的人是不干 是吧 是只要你肯干 你就可以赚到钱 生活不是问题 而且还绰绰有余 对不对 所以这种 结构在这了 除非你努力 增上层 像进三星 那个就压力 绝对大了 但是一般的人来说 只要你肯干 你就有你的生存空间 中国是有时候 你想干还没有可干的事呢 对不对 人口太多 岗位少等等 所以丢子妹 在韩国可能压力还小 那以后回中国 可能压力更大 所以现在就训练 我们如何靠着信仰的力量 去面对生活的每一个小事 这样的话 我们在苦难 安慰 苦难安慰 麻烦安慰之前 获得那个平衡 你的困难 靠着主得得化解 一步步靠主前行 你信心的这个肌肉 才锻炼起来 你才知道 将来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我都不怕了 因为有主有我同在了 现代人越来越多自杀 什么抑郁症等等 盼望弟兄姊妹中间 别出现这样的情况 有问题 报告 弟兄姊妹之间交通 或者找牧师沟通 我们靠着上帝给我们的智慧 人生指南去面对这个问题 因为大家还是有盼望的 好 愿神祝福大家 我今天讲的就比较杂 我们一起来祷告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丰盛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与众弟兄姊妹同在 从今时至到永远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